嗨大家好 我們翔哥今天終於到 變成大作善的最後一集了 今天終於要畢業 然後我們現在畢業了就是我們要來一個 期末測驗 期末測驗我們要呼應一下我們第一集的 今天的項目就是待會我會測量 就是我留了第一次的 4月1號的Inbody 然後待會還要做 棒式跟福利挺身的檢測 看跟當初翔哥剛來的時候的 體能狀況跟數據 還有待會我們會做一下 就是Post-True的一個體態評估儀 看他的這三個部分的數據跟狀況跟體態 是不是有比4月的時候來得更好呢 來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量一下我們的Inbody吧 直接先量喔 對直接先量 不是運動完再量比較好嗎 沒有今天就是做檢測 運動完它會更消啊 那種成績會更好 沒有筋膜放鬆完數據會更好 我毛巾帶有帶 沒有沒有沒有 好這是我們4月1號的數據 但是我們中間就是卡了疫情三個月中斷嘛 然後所以我們這一次變身到 時間會拉了比較久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是到 延長到9月的部分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先來看第一個 就是身體的質量組成 然後你看我們人體水做的嘛 70%都是水你看喔 水重增加了 因為我們肌肉量增加 不要說水分也會跟著增加了齁 然後就是在於蛋白質的部分 最主要是我們肌肉的一個 增強的一個最需要的一個能量的來源這樣子 礦物質也增加 哇體脂肪降低了耶 降很多耶 原本是20.4 現在才16 4.4公斤的純脂肪耶 對啊你看你原本總體重是73 你現在就是69.7 等於說你是增肌減脂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看到我們的一個瘦肉組織 跟肥肉組織的比例 100% normal 只在這邊嘛 那時候我們是有說過 要讓這個C變成是比較趨近於I 那你現在你看喔 現在你整體的數據現在變成是一個小C的狀態 對啊 那你看上次這個C很凹有沒有 上次很怕超凹的 對啊 那你看你現在目前整個的比例啊 或者是線條各方面就是比較好的 然後在肥胖診斷的部分的話 也全部都是有往下降囉 你看之前都是over超標的部分 但是你看你現在的BMI 體脂 對也是在正常範圍以內 然後但是體脂率的話嘛 從28%像降了5% 哇足足5%耶 那如果我們就是以健康來說的話 至少還就是要到20%以下 所以其實在完整的情況下 最好還在降3%或是最好 這進步的很多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你的肌肉的分布 哇你的上半身多到100%咧 你看你上半身那時候還不足100% 而是你看現在上半身的話 都有超過100% 就是長肌肉的意思 對就是你上半身是有比較強壯 因為之前原本不是駝背比較嚴重 對對對 所以上半身現在的肌力是比較強的 支撐力也比較好 你看你的曲感也是到了100% 你上半身其實是進步最多的 啊你下半身也有進步 都還不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你的脂肪的部分 哇你脂肪整個降超多的耶 你看你原本你的肚子284%的脂肪 現在剩210% 然後你看你兩邊手臂兩邊230% 下一邊160% 差很多 然後下半身180% 下一邊140% 全瘦耶 掌聲加尖叫 對啊 整體整個數據是變得很好的喔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你的歷史紀錄 你看你那時候疫情前的時候 有進步 但是因為後來疫情中斷 我們8月那時候在測的時候 是有點回測一點點 對但是你看後來我們就是 又開始訓練之後 你看數據又開始慢慢上去 對那時候兩三個月停止了嘛 然後後來現在回來之後 馬上有把之前的進度 有把它追趕回來了 甚至是超越之前 有有有有 5月的那個時候的數據又再更好 如果這時候疫情沒中斷的話 你這樣數據應該會更棒 對如果沒有中斷就應該會更棒 對應該會更棒 應該會更棒 因為中間有帶舵 不要亂吃 大家都一樣啊 不是10萬 在家裡大家都嘛這樣 都會吃 而且你看喔 你原本只是70分 下面75勒 直接加5分 所以他還叫你要剪11.2公斤 現在直接省一半 現在你只剩6公斤口袋要剪 那他現在體重多少 目前69 之前的話73 73 但是因為他有增肌減值啊 最主要還是看的是 你的脂肪跟肌肉的一個比例的原則問題 而且腰臀比例瘦超多的耶 腰臀比例一口氣減了0.03 內臟肌哇也減掉了 也減了兩個級別耶 整個腰臀比例是變小的 然後內臟肌也是降低下的 對你整個心血管的一些健康疾病來說的話 都是有很好的幫助 那我們再看一下 基礎代謝率也有增加了 然後肥胖指數也下降了 然後肌掃症一樣維持的 還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你身體的平衡也都OK 都有維持住 整體來說整個數據都是盡量的 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很棒 翔哥 三個月後再抽檢體 我40訓練啊 對啊 對啊 我怕你走歪了 我走歪了 後面走周 你要把教練教你們找回來 會 三個月後 你自己的筋膜上 哈哈哈 欸毛巾 我毛巾準備 我毛巾是最好的啊 欸毛巾準備好了啊 二字最好的 二字最好的 二字四頭全部都是訓練的話 哇現在又不得了 那我就變得更強 這樣很好啊 這樣上鏡頭多帥啊 有啦 現在就感覺有精神好一點 對啊 你看你那個金曲角色還沒稱呼 這 對對對 就是要這樣努力 好那這就是你EBODY的部分喔 不錯 那有進步 我覺得翔哥這一次的Post 2的一個紀錄啊 我覺得比上一次挺 尤其是我覺得在於 側面這個 它雖然還是有偏離中駐啊 因為每個人 我還是往前啊 對你重心是比較往前 但是你又發現你往前 但是你比較直 它是往前直 但是你之前是整個是往前 但是是歪歪歪歪歪歪下來了 喔還有那個 對有那個曲線出來 對但是你看你這一次 相對來說是稍微是比較直一點的 然後因為你比較有緊前移的現象嘛 所以你的頭就是往前 偏移的中柱差不多是3.5公分左右 所以會變成是說 會變成是說你的頭會變很重 對 但是因為一個層面來說 它平均的一顆頭是差不多8公斤左右 那它會因為每偏移角度越往前 越前越重 它脖子會越拉越緊 然後頭越來越重 它就順著地性引力下去 所以可能原本你的頭是8公斤 但是你可能瞬間現在你的頭 就變11.9公斤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比上一次是好一點的 而且左右邊的偏移的話 是因為可能常常背吉他的關係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 左高右低的現象 但是這個高低我覺得還在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因為畢竟並沒有太嚴重的狀況出現 你有發現上次更歪 你看有沒有 超歪的 而且你看你那時候整個肚子是 貼起來的 走突出去了有沒有 有沒有 剛剛一看就知道差很多了 好噁心喔 對你看 跟剛剛那張側起來就差那麼多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對 一比較就說 以前一樣我長這樣吧 沒比較 真的差 肚子差好多 有肚子有了這樣看就知道了 對啊你看 我都不曉得這個可以調 你沒有講 我都不知道這個頭是有重量 是啊 想說三個月後你不要變回那樣 三個變直的 這怎麼調 我的目標應該是要65公斤 比較乾 但是就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算嚴格來說算三個月 其實三個月你已經比我們一般會員都強很多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可以問我們跟凱倫的會員 可是我隨便練而已齁 跟你影師有自律啊 對啊 你有過得自律的生活 對 因為我如果沒有控制我會很難看 對啊 你看你之前還會自己煮飯嘛 對啊 還有用煎魚什麼之類的 對 吃醬就夠 絲木魚嘛對不對 對對對 對啊 所以就是運動跟飲食兩邊 要把去做搭配 所以一般的人來應該效果會更好 真的 就是說稍微有一點點 想要有那個決心的話 是啊是啊 我的決心沒有那麼大 我只是想要身體健康 沒有說一定要很重 然後就有改變 有成績 那我們就後面做體能測驗囉 驗收 要驗收囉 要我們凱倫來驗收 先福利提升 對先福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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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身體先伸住 好 來 三 啊這個要直對不對 要這樣 好我們現場倒數喔 來 3 2 1 GO 1 2 3 4 5 6 5 5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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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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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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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迅速燃燒它的能量 對 我喜歡那個 然後我翻檔瞬間30秒就有 好 來 三 嗯 一 三 肚帶起來有兩分鐘 等待是漫長的 上一次我們是撐到兩分鐘嘛 那你不要講太多 你就 意志力 對 意志力 你們要講話啊 要跟他聊天 不然他會直接喊一遍 他時間過很慢耶 那要跟你說現在27秒 27秒 你現在在拍手 你還有一分鐘又20秒嗎 那麼多 現在才 你要撐五分鐘耶 40秒 沒關係啦 我們就直在參加 對啊 至少你已經達成了一個初階的 就直接 已經算很好看了 對啊 第一次力 二十秒 一隻力 你要加油啊 你的內臟脂肪在難燒耶 有嗎 削肚子 削肚子 對 削肚子 現在 十秒 再十秒 啊 五 四 三 二 一 好休息 再一下喔 再來 對啊 哇 這麼囂張 對啊 頭一次聽到贏觀眾要求 好了 三十秒 三百半了 都可以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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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耶 啊 後面就會躲了 對啊 這會 馬上流海 還好都有軍部 對啊 沒有給我們繞 對沒有繞開 所以大家可以來運動 真的不錯 哈哈哈哈 好那剛剛我們翔哥做完了 我們上次的一個Push out 跟Bounce的測驗 然後成績的話 都遠比上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來得更好囉 凱倫 這邊給我們翔哥 就是看一下說 他這邊的那個 評語好不好 評語就是 講好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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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瘦很多啊 就是看到他進步 覺得很感動 就是沒有知 但是你動作都不記得耶 我要留點空間啦 哈哈哈哈 不要一下學官方啊 哈哈哈哈 對啊 那你以後怎麼自主訓練 我 我先 一樣先 踩飛輪流汗 然後再慢慢 認識器材 那我們教你的 你會做嗎 我還是看影片 哈哈哈哈 開機膜放鬆的影片 不會啦 我覺得 三個月 雖然中間有疫情 中斷了 對 但是你會感覺到 從體態或走路 尤其是我站姿 會長期會躲飛這樣 那這次就 有蠻多的改進 就是 我知道後面的那個肌肉 是要去用到 沒太久不用 是 然後就是教練選將 一直在幫我調整 調整整個後面的肌肉 然後我這樣就可以挺胸起來 那你會發現挺胸才省力 以前沒有挺胸 反而吃力 然後挺胸之後 體態也變好看 然後也稍微有點 減重一點 然後就整個變得比較輕盈有精神 所以大家是真的可以來運動 真的 是真的不錯的 拍手 拍手 教練們都很厲害 每個專長的隊 那你給你自己打幾分呢 99 還有一分進步 99喔 我們要鼓勵一下自己 對 就是差一分我們超越巔峰 然後那一分永遠不會達到 超越完美 就一直一直都打不到 打不到 差一點 差一點這樣子 9999 像黃金也不敢百分之一百 就是9999 他不會到還是有灰塵 這樣我們才有進步的原動力 真的 我期待你年底的超越自我 三個月後 那我回去練一下 真的 真的 你要把它落實在我們生活之中 我先剪重 我覺得 我再剪五斤就差不多 比較符合我 衣服比較好穿 對啊 不然就是肚子跑出來不好看 真的 剛才那個Post 2 那個沒比較真的沒傷害耶 那個一看出來 哇這個落差就是真的很大 有有有 那個真的 那個跟三個月前 我看到我就自己很討論 是啊 就覺得自己怎麼長這樣 圓滾滾的 不是圓滾滾 是很想吐那種的 可愛啦 真的真的 杭林 杭林加水腫 真的很不好看 真的很不好看 所以我留一分永遠不會達到 我永遠追求 對啊 我們現在這三個月的過程中 就只是一個 算是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算是我體驗啦 對 我已經太久沒有接觸運動 或這個肌肉什麼都沒有喚醒過 沒錯 那這次三個月 讓這些教練來幫我喚醒一下 我是慢慢背 肌肉有點記憶這樣 這不是結束喔 這是新的一個開始 是的 第一階段已經完成囉 接下來的話 要往第二階段囉 只是基礎而已 對 基礎期結束了而已 對 念雙部要靠自己啦 好 後面的翔龍十八掌要自己 要自己練 我是想幫你打通而已喔 對 那確實是把你每吋肌肉都打通 每個教練打通位置都不太一樣 對 各地的專長 還有筋膜放鬆我把你打通了 那打通也不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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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這次你覺得我們翔龍哥的那個 編身大專戰有沒有成功呢 成功 成功 耶 大家來運動 精神的表 這次的編身大專戰有成功嗎 成功 成功 重新再一次 重新再一次 你要cue的很爛 你知道嗎 你要cue好一點嗎 我們才可以成功嗎 那 好 那我們要怎麼cue 凱倫那我們來cue我 那我們來cue我